好 華為三折機 真的是在全球出圈 很多的外國網友 甚至還把它拍成了就說 這是各國的帝皇 都可以拿的一個三折疊手機 我們來看看畫面 畫面上面有沒有看到 就是外國的網友就發揮創意 包含了中國古代的帝皇 還有就是世界各國的君皇 甚至是埃及的 通通都可以 好像匹配這個三折疊 看起來都沒有違和感 所以大家講說 這就是一個尊貴的象徵 大家當然為什麼會這樣做 就是發揮創意 話題上面 大家都開始來一些一番聯想 再來還有杜拜的一些土豪 現在他們也是自己拍影片 拿到了三折疊好樂 就說這三折疊重新定義了 手機還比讚 那的確真的很多中國大陸的一些 有錢人也好 或者是中東的一些有錢人也好 他們都想要去買這個三折疊 我昨天才從上海回來 我去了余承東交貨的門店 我也去實際登記到了 去現場打開開機 就自己拍了一段體驗影片 對 它真的很薄 比起我這一個iPhone的手機的側面 還薄 因為它其實這個全部攤開來的時候 它比起iPhone 還大概只有iPhone的一半的厚度 所以如果三個疊起來 大概只比這個iPhone再厚一些些 那當然要接電話就要打開來接 才能讓人家知道你是拿三折疊 那是故意的反而散 對不對 是故意的 但是我去到現場 我真的看到很多 就是中東的面孔在那邊看三折疊 所以真的是紅的出圈 那再來還有大陸的這個微博上面 就有人貼出來說 現在數碼博主出去聚餐 你要是沒有三折疊 都不好意思掏出來 大家還要這樣子擺成一排站立顯示 所以這已經是凸顯出來 好像變成一個新的現象 科技圈的新現象 那9月24號 其實華為有一個新產品推出 就是他們的這個智慧 Watch GT5的系列的手錶 也是鴻蒙系列 那所以大家講說 接下來就是一個鴻蒙的時代 那這一次的手錶 甚至還跟這個情緒 他都可以幫你管理到 就是說可以透過你的一些 生理上面來看看 你現在是不是情緒不太好 還更加智能了 所以這個簡直是非凡再升級 那華為還出大招 因為現在大家在關注的 就是純血鴻蒙 已經快要啟動公測 在10月8號的時候 俞成東就講說 這個原生鴻蒙是一個新生命 用一年多的時間 走過國外系統 他們這樣子都要十幾年的路 他說這是產業前所未見的 希望大家能夠加入到 這個鴻蒙的生態圈裡面 現在已經有非常多的開發者 投入到了鴻蒙系統裡面 來開始開發 就連華為最新的這個智介R7 其實也是主打說 你可以跟這個鴻蒙系統這樣子綁定在一起 所以你的手機跟你的這個智能車 是這樣可以無縫接軌的 完全就這樣子 你上車之後它就可以啟動 然後任何的功能 就是好像一秒這樣子傳遞過去 那這個R7 智介R7的發售是 他說今年這個R7 它是用虧錢來賣 一台至少要虧台幣13萬左右 那當然是 他說這是一個新的世代 所以他要提供出來 這個更強的超強底盤 那現在目前預訂量 已經超過了3萬輛 這個上市的時間 他說這個目前預約 上市兩週已經有3萬多輛的一個預約 當然現在就反映出來 這個電動車搭載了這個鴻蒙的系統 美國當然看得到 所以他們現在講說 接下來全面禁止聯網汽車 使用中國的軟硬體 那為什麼美國這麼害怕 就是因為這個IEA講說 2024年全球的電動車展望 其實預估是有1700萬輛 而且甚至中國大陸的占比 是非常的高了 那美國當然是自己做不出來 我只能靠限制你的 小弟也跟著來 加拿大現在也要效仿美國 就說這個聯網的這些智能車 我們也要提出一些相關的限制 來仿效美國 美國自己做不到 現在只能用這樣的方式 來用圍堵的嗎 我們先來問一下賴老師怎麼看 我覺得華為真的是很特殊 因為這一次跟iPhone16的 直接的一個對戰 華為很明顯的在整個宣傳 在整個設計理念創新 完全碾壓了iPhone 不是我們故意要扁iPhone 因為iPhone就是一個 傳統的手機的升級版 而華為的三摺機是 重新定義什麼叫做手機 我覺得中東的這些愛好者 使用者他們講的是更準確了 就是原來手機可以這樣重新定義 換言之也就是說它不只是一個 我們所一般常用的 就這樣或者是雙摺機 它事實上也可以是iPad 它也可以就是一個我們所謂的 移動的電腦 個人電腦 因為它加鍵盤就在這邊順便 可以打字 可以作業 可以寫東西 它可以折下來下面那一層 它可以折下來 對 所以它本身的已經定義了就是說 它不只是iPad 它把這個我們個人電腦 移動的個人電腦 還有手機 還有雙摺機 然後因為它是三摺 所以它有各種變化組合 它可以同時視訊 可以同時你在工作中的時候 把資料傳出去 那麼對方也可以把資料 傳到你的手機面板上 我覺得這樣的一個功能 它真的是一個創新的 現在的一個科技的時代 就是誰創新誰就贏 創新才是王道 那你iPhone只是升級版 就不叫創新了 而華為是重新定義手機的以後 它當然就是創新 所以我個人是認為說 iPhone這一波又被打敗 沒關係 再接再厲 下一波再來拚 我覺得但是不要用 這種政治的力量 說我們不能夠講 這個華為散熱機好的這種方法 這樣子就不好了 我覺得在台灣的145年 或是綠營的 不要去打壓 因為這個是一個客觀的事實 因為連世界各國使用的 拿到的都說好 你難道也要說中東的那一些 買華為的都是田中嗎 都是為華為做宣傳嗎 我覺得這樣的一個的手法 就顯得你太狹隘了 太無知了 也太愚蠢了 不應該這樣子 我覺得純雪鴻蒙 倒是我很看重的一個 在世界上給所有的消費者 多一個選擇機會了 我們過去一個只能選擇iPhone 它是封閉性的 它的整個作業系統是封閉性的 封閉性的它會越來越小 因為它不是開放 所以它會越來越小 另外一個就Android系統 可是由於美國 可以隨時介入你的Android系統 也就是說 我美國不但Android系統有後門 而且我還可以介入打壓 別人不能夠使用 它去修理哪一個國家 鴻蒙提供世界第三選擇 鴻蒙的純雪系統提供第三選擇 我相信它會使很多的國家 避免被美國打壓的國家 或是企業加入鴻蒙 鴻蒙現在馬上就要推出來 因為它已經在進行最後的 商業測試的階段 很快就推出來 預估可能10月 也可能是9月底 我覺得這是一個好消息 也是全世界消費者的好消息 好 請教授 將軍 這個東西 我想這個華為這個手機 我常常覺得就是說 我活了這一輩子 就眼看了這麼多 不可能的事情 別可能 以前我們看小說 天眼通 神通 天耳通 神通 那你現在拿微信 拿微信跟美國講話 不是就講了嗎 那不是耳朵通了嗎 你可以看到人家的螢幕 他長相 不是天眼通嗎 現在連大腦都快要被取代了 AI快來了 那寫作文就是用手機 把你的一直忘記 我講今天寫我的爸爸 那後面就可以出來了 對不對 所以你現在這些神通 要定法律管理 這個東西是超過我們想像 第二個 華為手機剛開始出來 10萬塊台幣有人買嗎 後來你想 有 很多專桌時髦的 你看我們那老婆那太太 買包的時候毫不手軟 對不對 他有 中國大陸的中產階級 再加上阿拉伯那些土豪略生 有的是錢 不用講略生 不一定是略生 我對 有錢的有一大部分是略生 這樣子 對不對 你像金華城不是嗎 第二個 它汽車又走低價 我覺得很奇怪 對 華為為什麼走高價 你沒有跟我競爭品 你沒有東西跟我競爭 我要多少價都有人買 汽車可是全世界都會造汽車 但是我的電動汽車比你便宜 第二個 美國進的理由也很牽強 也是事實 你這個自動駕駛的汽車 是不是那個情報電網收集的旁邊 所有的數據經過哪裡 你現在人家美國 華盛頓那個國防部附近 不准這種電動車去 因為你會收到什麼東西 那如果BRD這些電動車 賣全天下來 他是不是害怕 事實上這個東西 你可以用科技檢查 有沒有這個後門 這不是理由 性價比是絕對的競爭實力了 所以你美國進 你進 我們墨西哥慘 對不對 總有歐洲國家慘 它一樣打進去 所以這兩個 一個走極高尖端的價碼 一個走低端價碼 每部車賠三萬 那也是很大的手筆 對啊 真的 我給大家補充一下 因為其實人家講說 為什麼庫克跟賈伯斯 有很大的差異 賈伯斯是一直在硬體上面創新 但是庫克他那時候就覺得 我iOS系統 我可以光靠這些APP 或者是我系統來抽成 我就靠這個來賺 所以為什麼你覺得蘋果 好像越來越沒有在更新 但是你看現在華為 打這個鴻蒙系統 等於是釜底抽新 我打你現在庫克最核心 在賺錢的這一塊 這個恐怕傷傷力會更強 因為我硬體又贏了你 軟體又傻過來了 我們來問一下聖風哥 是 人類的通行工具 從類比式的行動電話開始 是算是一個這一代 等到了Apple出現的智慧型手機 這是第二個階段 智慧型手機裡面 就等於說把電腦 除了不能夠做操作以外 其他他電腦功能全部都在裡面 不只如此這一部手機 改變了我們很多的生活方式 改變了我們的甚至營業模式 這是第二代 那麼華為這個時候 應該從某一個角度來看 他在這裡走出了第三代的型態 這第二代現在就變成你跟不跟 以前蘋果出來的時候 大家都要跟 蘋果發明什麼 大家跟著什麼 就是跟 現在可以看出來 這兩年來蘋果最大的掙扎是 跟不跟 為什麼 因為整個的華為手機 它最近的三個變革 它掌握了 三個變革裡面掌握了一個價值 是以人為本 我們用手機的人都知道 就是我們最擔心的事是什麼時候 需要的時候沒有信號 需要的時候沒有信號 那是最焦慮的時候 有了衛星通信白頻 本來那是一個多貴的一個玩意兒 現在在我的手機裡面可以處理 衛星電話已經17萬 對 對吧 所以躲起來第二個 我們拿了這個手機 我們最常用的功能之一 是什麼是 照相 照相幾乎在你手機裡面 一半以上的機會 所以照照相機就回家休息了 淘汰了 這個時候它的第二個 在MATA70的時候 它改進的地方是什麼東西 就是把AI AI是人類所必須要有的 新的資訊 它把這個技術放在哪裡 放在照相功能上 這個功能使 我拿起照相機要照的人 我所有心想事成的事 都可以透過AI來把我完成 包括我跟不喜歡的人照相 可以把它刪掉等等 這個就是一個 從使用者的角度來看 第三個使用者的角度是 所以我們用了這個手機 我們現在第三個最大的功能 是看畫面 所以畫面 小小的畫面跟大大的畫面 所以為什麼我 像我們就要去買個IP 因為那個畫面不一樣 現在這個畫面 保護解決了 而且解決兩折 本來以為是已經到最高 現在是三折 而且是一片玻璃三折 不是三片玻璃合成一個 在這樣一個情境裡面 又等於兩折機的厚度 它解決了我帶IP的問題 因為我帶一個IP多麻煩 不但我不用帶IP 我現在只要加了一個操作板 它也變成了一個電腦 也就是說 把所有我們想要的事情 它從你的角度全部解決了 但是 蘋果現在在做什麼 因為我不願意跟 跟得多丟臉 一人一點力 愛就大無限